的日子 大家好 我是展翰哥哥 喜歡做三張 讓你吃我變得很簡單 今天展翰哥要做什麼呢 教你做一道比較精緻的料理 但是簡單話 新鮮的鮭魚 不管乾煎 紙包 或者是烘烤 還是拿來煮磁瘦疼 總是在飯桌上啊 最受歡迎的一道菜 簡單哥除了今天要煎鮭魚以外 再打給你一些鮮菇 鮮菇鮮甜爽脆的口感 配上鮭魚的大海鮮味 好啦 不說幹話 我們趕緊來做這一道 鮮菇煎鮭魚 好 喜歡什麼鮭魚料理 在下面留言給大家知道 來這邊開發之前 分享在下面留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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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住 稍微的調味一下 這邊有味蠅 奶味蠅 奶米酒 牛橙子 醬油 水 來 七味粉 給它攪拌一下 拌勻之後 來這個鮭魚 我們有稍微的化刀一下 來肉鍋之後我們轉中小火 皮麵下去 來 像那些 煎到有點恰恰 這樣就可以翻面了 來我們的松茸菇 一起下去旁邊 你不喜歡吃松茸菇 你也會用什麼紅皮褲啊 其他菇類來做 這個大概一般的超濕風 玩得到 好 鮭魚這樣整個焦起來了 剛剛調的醬汁 旁邊直接給它來 好 來 等到鮭魚差不多熟了 好 我們就先讓它起來 來 現在放到盤子上面 再來 好 我們稍微的 勾一點薄芡 來 我們稍微的勾一點薄芡 好 我們稍微的勾一點薄芡 OK 把它淋到我們的鮭魚上面 再加一點蔥花和芝麻 我們的鮮菇煎鍋魚完成 簡單的美味事件 試吃 現在我在家裡就可以呈現套餐的感覺 我在家就可以做了吧 略為粉菊金黃的新鮮鮭魚 豐魚肥滿 軟嫩多汁 一入口便能品嘗出大自然的鮮甜魚香 而奔放立體的鮭魚 左上鞭炒過的鮮菇 變得更濃郁 溫潤 現在就讓簡安哥帶你體驗一場 美好的饗宴 保證你吃了心灰 開開開開 簡安哥小知識 鮭魚又稱三文魚 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能有效降低血脂和血膽固存 防止心血管疾病 其中富含Omega-3脂肪酸